一姐在外国最大的视频网站上 看到了一个韩国旅游博主 发布了一条名为 在中国一个苹果只要400韩元 幸福的传统市场物价的视频 这位韩国博主的中国之旅 始于武汉天河机场 从那里出发 仅需两小时的飞行 就抵达了历史悠久的西安 此行西安 他原本怀揣着两个主要目标 参观世界文明的秦始皇兵马俑 以及攀登在众多武侠小说中 频繁出现的华山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一次偶然的早逝之行 却彻底颠覆了他对中国的认知 抵达西安的第一天 博主选择先行休息 为接下来的行程养精蓄锐 第二天清晨 他早早起床 怀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叫了一辆出租车 准备前往当地的早逝 在韩国 他也曾去过类似的市场 但对中国的传统市场 他还是充满了好奇和一丝忐忑 当出租车将他送入市场入口时 眼前的景象 让他瞬间待离在原地 尽管天色尚早 市场已经人头攒动 到处都是排队的顾客 这种热闹程度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仿佛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显然被眼前的景象 彻底震撼了 他小心翼翼地迈出步子 生怕自己的举动 会显得格格不入 同时不停地难谈自语 博主先行 被摊位上的西红柿所吸引 他决定购买几个 尽管在购买时 发生了一点小误会 原本想要三个 却说成了四个 最终以1400韩元的价格 买下了四个的西红柿 这价格让他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在韩国 这样的价格 可能只能买到一个 接着他被一种 不熟悉的水果吸引 当得知这就是 在韩国昂贵稀有的樱桃时 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以3400韩元 约17元人民币的价格 他买到了一大袋樱桃 接着博主都顾不上喜 就迫不及待品尝起来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的反应就像是中了彩票一般 继续探索 韩国博主发现了一家肉铺 肉铺的老板将肉挂在外面的钩子上 这种销售方式让他感到新奇 尽管肉看起来非常新鲜 但博主并没有购买 说自己没有地方可以烤肉 然而他注意到 肉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这显然让他感到非常羡慕 他继续在市场里漫步 发现了一个卖苹果的摊位 最近韩国的苹果相当的贵 但这里的苹果却很便宜 他挑了四个拳头大小的苹果 仅花了1500韩元 相当于每个苹果仅400韩元 虽然这些苹果需要仔细挑选 但价格实在是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 毕竟他在韩国 从未见过如此低廉的水果价格 这让他感到一丝嫉妒 面对琳琅满目的水果 博主的购物欲望被彻底的点燃 他像个贪婪的孩子一样 恨不得把整个市场的水果都买下来 他不停的挑选 询问价格 然后惊讶的摇头感叹 即便是一些在韩国昂贵的水果 在这里的价格也让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买了形状像小西瓜的水果 又购买了一些橘子 他还发现了一些黑色的水果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出于好奇也买了一些 每一次购买他都要对着镜头 详细的介绍价格 并与韩国的价格进行对比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炫耀 仿佛在向韩国的网友们炫耀 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 他的购物袋很快就装满了 但花费的金额却远远低于预期 这种反差让他既兴奋又困惑 博主还注意到市场上销售的各种调味料 比如辣椒粉 他惊讶的发现 原来这些辣椒粉并不是进口韩国的 而是在中国本地生产和使用的 继续探索 他发现了一种看起来很好吃的小吃 价格是600韩元 比水果贵了一些 他介绍说这是一种糯米 上面涂了蜂蜜 他买来尝了一口说不好吃 接着这位韩国博主疑惑的说 他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卖香蕉的 说在韩国香蕉很常见 但这里却没有 他继续逛着发现了一家卖泡菜的摊位 说他吃过的泡菜这里都有 他还看到了很多辣椒 感觉像是甜椒 他回想起之前在朋友家吃过这种辣椒 发现味道不好不甜 因此没有买 接着他来到了一个卖榴莲的摊位 榴莲的价格不低 一块榴莲45元 折合下来一块大约9000韩元 虽然榴莲价格贵 但考虑到榴莲在东南亚也是昂贵的水果 他还是忍不住买了一块 虽然榴莲的价格不菲 但比起韩国还是便宜很多 而且在韩国 想要吃到新鲜的榴莲可不容易 在市场的另一端 博主被一个新疆烤包子的摊位吸引 他惊讶地看到摊主徒手 拿着烫热的烤包子 觉得不可思议 尽管摊主一边喊着烫 一边还继续用手操作 但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博主对这种场景感到既惊讶又有趣 他也买了一个羊肉味的烤包子 整个市场几乎每个摊位前都排着长队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 博主闻到了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味 猜测可能是某个摊位正在烹饪的食物 在市场上 博主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在街边理发 由阿姨而不是大叔理发 价格比他在越南见到的还要便宜 他对这种热闹 而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 赞叹不已 在市场的尽头 博主来到了小南门 看到城墙前 有许多人坐在长椅上休息 他也决定稍作休息 品尝一下自己购买的水果 他兴奋的计算者 到目前为止 买了四个番茄 四个苹果 一块榴莲 五个橘子 一个西瓜形状的水果 一些樱桃 还有一个黑色的水果 算下来除了榴莲 其他水果的价格都不贵 但那块榴莲 就花了大约8000到9000韩元 几乎和其他所有水果的总价差不多 这个数字让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对着镜头说 如果在韩国 这些东西可能要花费五倍 甚至十倍的价钱 他首先尝了尝 带有浓郁羊肉味的烤包子 虽然只花了800韩元 但味道却出乎意料的好 他惊喜的说 这个包子太好吃了 而且才800韩元 简直是太划算了 接着他直接吃了一个 没有洗过的西红柿 虽然有些担心卫生问题 但他还是大胆的尝试了 咬下第一口时 他惊讶地发现 味道竟然和在韩国 吃过的西红柿一样好 他对着镜头说 不洗直接吃一个 应该没问题吧 又不会死 接着他又吃了桑胜 味道不错 干手变紫了 还有苹果 发现比预期的好 口感脆而甜 说比他在韩国吃过的好吃 总结这次早逝之行呢 韩国博主显得异常兴奋和满足 他对着镜头说 这次的早逝之行 真是太棒了 我买了这么多水果和食物 但花费却出乎意料的少 如果在韩国 可能只购买其中的一部分 这里的物价 真的让人羡慕啊 而韩国网友看到 中国早逝的物价后 也都纷纷进行了评论 其中有看后怀疑人生 进行反思觉醒的 比如韩国网友 Redave的评论 看着这样的场景 就会让人陷入沉思 在我们国家 蔬菜价格下雨时会上涨 不下雨时价格就稳定 天气炎热时价格会上涨 天气寒冷时价格也会上涨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价格会便宜呢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雨水适中 气候温暖适宜的国家吗 呵呵 再比如韩国网友PG感叹到 城墙真是壮观 无法相比 城墙又厚又高 首尔的城墙相比之下 简直就是玩具 还有韩国网友P1S这样说道 但韩国吃不起水果 到了中国可以多吃点 吃不到韩国的泡菜该怎么办呢 紧接着此视频博主回复道 吃不到泡菜要靠着辣酱活下来 哈哈 也有羡慕嫉妒我们物价的 就像这些韩国网友的评论 这物价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这是真正的发达国家 物价太便宜了 比较食品价格让我很嫉妒 我想住在中国 物价真的很吸引人 中国的物价太便宜了 在韩国一天的花费 在中国可以过一周 中国的物价真的很便宜 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 可能是被媒体洗脑了 这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很相似 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 当我真正去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偏见真的很可怕 它是如此的自由和善良 这里的价格便宜 品种也很多 所以如果你喜欢水果的话 这里就是天堂 还有一些韩国网友这样评论道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它是世界的中心 看了这个视频 很多人的偏见可能会打破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真的很讨厌去中国出差 那里的食物不合我的胃口 好了 那大家认为 以韩国人的收入 在韩国 他们真的吃不起水果吗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